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这好像不是片场 娘 娘 娘 你不要我们了吗 娘 娘 娘 她怎么又活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天她突然就从棺材里出来了 我们必须救她 哥 你去给她找个郎中吧 平时她对我们啥样 紫辰 你都忘了吗 哥 如果她真的死了 你觉得大宝还会让我们好好地住在这里吗 这爹留下的房子 肯定就没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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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给他拿着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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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好了 快去 你干嘛抢我们东西 让开 走 走 走 手拿来点啊 走 走 走 你们怎么能抢东西呢 大婆 欠你要说得明白 一个月后还债 为什么现在就来办东西了 欠钱不要利息呢 欠钱不要抵押的吗 你说你们这几个小屁 还好 一会儿你们那个后娘洗的 自会告诉我 别哭了 烦死了 自居说了 娘现在还没有洗 都是救不回来 我们是不用还钱的 开 吵死了 你们在干什么呀 这行 这行 这不是醒了吗 这不救活了吗 十月啊 你现在命可金贵了 那好孩子们 花了二十两银子 被救活的 劳病 难治啊 郎中先生 您说难治 那这是有的治 也不是没有办法 我倒是有一味药 可保他一命 只是很贵 多少钱 二十两银子 这钱 我倒是有啊 但不能白给你们吧 这么着 你们三个 给我洗个欠条啊 我们以后哪来这么多钱还 这人我们不治了 等一下 我签了这欠条 但王郎中也要立个字据 什么字据 您要保证这药能救得了他 若是吃了没用 这欠条也不作数了 那怎么成 王郎中 别着急嘛 女孩子家怪不容易的 给我个面子 子晨啊 你肯定想清楚了呀 这钱条 真的要签吗 嗯 子晨 如果我们有机会救他 却错过了 我们也会心不安的 我害怕 签吧 你现在就跑到小巷 怎么还我的债了 你这就跑到小巷 小巷 王郎 还你妹 你都这样还要打我呢 不疼 要不 再打一下 打这儿 要不打这儿吧 要不打这儿 要不打这儿 那天 都 都带 这儿还要 这儿还要 你让我打呢 我还能拒绝 都麻烈了点啊 好 算你害 算你害 等我搬走 一个别给他留 好好好 等着 快快 这儿还要 这儿还要 都麻烈了 你怎么办 老板 你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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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还要 那你还要 哪有 你现在装不认识我们 是要拍拍屁股走人吗 不是 我 哥 他可能是大病出狱 人家都是穿成公主小姐 我穿成三个孩子的后娘 还家徒四壁欠一屁股战 我这是什么孩儿的模式啊 十月妹子 活了个去 这不是了解吗 十月妹子 我是牛大嫂 王日李平兄弟 对我家那口子都有照顾 你们这孤儿寡母的有难处 我肯定能帮就帮 牛姐不会有这么好的眼睛 完了 还真是穿了 我家也不富裕 就煮了几个土豆拿来给你们 快吃吧 哥 谢谢 我家也不客气 你也饿了吧 快吃吧 谢谢你啊 那个 我想问问 如果我要上茅房 要用什么擦 这么大人了 还用这个 哥 我们都用这个 脚 脚屎罐 四季脚踢时光蹉跎 夜里一盏是烛火 明年是因果 回忆却难割扯 若时光会照耀 琐碎的一段落落 看前方的那样 告诉你 还有希望 若时光会原谅 这一路不堪的伤 岁月长河 你永远不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des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